南套积极是保育类野生动物石虎栖息地之一 在明年积极火车站刚好迎来百岁生日 而站长最近刚好也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他就决定让这个流浪猫作为火车站的猫站长 今日起开放大家要来为猫站长命名 同时他也呼吁更多人来关心流浪猫犬以及石虎保育 大黄猫躺在箱子上睡觉 甚至睡到打呼 慵懒的模样 仿佛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和他无关 而这只猫即将在明年春节后 成为极极火车站的猫站长 由于极极也是保育类野生动物石虎栖息地之一 极极镇长陈继衡 日前领养这只黄色流浪猫 而明年正逢虎年 又是极极火车站百岁生日 镇长决定在脸书上 开放民众为猫站长命名 扩大庆祝 石虎也不是可以轻松地拿出来跟大家展示的 所以说我们就拿出了跟石虎同样为猫科动物的这个宠物猫 大家抢着为猫站长命名 除了有根据毛色的大金小橘 还有象征吉祥的吉虎 象征南投特产香蕉的焦焦 还有英文谐音的吉米吉米 甚至连动漫风的超级火车兽都出现 这叫阿吉 这个是比较在地乡土化 我觉得这很亲切 奶油 奶油 就觉得它有点奶油颜色 然后又白白的 未来猫站长会在新打造的猫屋内和游客互动 公所希望借由猫站长的人气 吸引更多人关心并重视流浪猫犬 以及石虎保育 华世新闻王主任张志军周大祥南投报导